第九十六集 白木槿理了李云病才起身 时针差不多了 也该动身了 二小姐那片可准备好了 喜鹊连忙道 听说早早就起来十多了 这会儿还没出门呢 二小姐也忒可笑 才多大点 还真以为自己没若天仙 可劲儿打扮 请问 她衣服选了一套又一套 到现在还没定下来 要穿哪一件 白木槿自然了解白云西的作风 对此也没有什么话要说 只愿她今日也该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作茧自负 走吧 到前院等着 不要误了时辰 鸳鸯和喜鹊搀扶着白木槿 缓缓而去 到了前院 瑞嬷嬷早就候在马车边上 面带微笑地看着白木槿 在皇帝的后宫 那是美女如云的地方 却也不得不惊叹于这位小姐的滋容 平时里 布施脂粉都已经让人移不开目光 如今盛装打扮 真的是有一些晃眼的错觉 白木槿刚刚准备上车 却听得身后白芸汐的声音响起 姐姐 不好意思啊 妹妹耽搁了些许时间 上你久等了 白芸汐身着一身粉蓝色长裙 阴着还未急急满头朱翠 名贵倒是名贵了 若是这身打扮换个成熟一点的姑娘 或许是个不错的装扮 不过白芸汐嘛 虽然身高已经快赶上白木槿了 但是身形并未展开 所以看着有几分别扭 不过白芸汐可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自己这身着装漂亮极了 不过当白木槿回头的一刹那 她所有自信的笑容 顿时僵在脸上 还是小兰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白芸汐才收起了自己 嫉妒欲狂的眼神转而笑道 姐姐 很少见你穿红色 还真是 真是雍容华贵呢 白木槿倒也没有多关注白芸汐的脸色 她只淡淡道 妹妹今日看起来也很美啊 时候不早了 快上车吧 别耽误了时辰 上人看笑话 白芸汐还想说什么 白木槿却已经上了马车 鸳鸯和喜鹊也跟着上去了 睡嬷嬷是最后一个上车的 她也容不得犹豫 今日对她而言十分的重要 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 不过 她的眼神射向白木槿的车 心里陡然生许许多的憎恶 她一定不会让白木槿抢走自己的风头 不过 她也不会赎了母亲的愿 让她嫁给那什么大皇子 那人都可以做自己父亲了 她这么的年轻貌美 怎么能够给一个老男人做欠呢 想到这里 白芸汐愤然上车 她一定要为自己争取幸福 而她唯一的幸福所在 就是那个男人 那个令天元女子都仰慕不已的 凤世子 她早已经悄然关注了 凤世子许久了 那才是自己闷想中的男人 凤世子才不过十八 书情还未已轻 自己再过几年吉吉 正好和她配成一对 过去她还觉得自己身份不相配 可如今她是财明远播的云响一 只要在今日盛宴之上 再拔得头筹 那么凤世子也会关注自己 白芸汐如此想着 刚刚见到白木槿的郁闷一扫而空 兴高采烈地上了马车 白府的两辆马车一前一后缓缓而行 跟随着护卫前后相继 很多百姓站在街道两边 都想一睹白家二小姐的风容 白芸汐自然毫不吝惜地 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悄然地掀开了马车的侧帘 露出自己的脸 还摆出一副自以为动神的笑容 看得那些围观的人连连地欢呼雀跃 仿佛那是公主寻游一般 简直是要夹到欢迎了 白芸汐出尽了风头 也享受够了众人的艳羡的目光 才放下车帘 静坐在车内 小满羡慕的 二小姐你看 那些人好喜欢你呢 我看这次百花盛宴 小姐一定会出尽风头 阿德头丑 白芸汐听了 心里自然高兴 说是真如你所说 回来众就有赏 小莱和小满相视一笑 连忙谢恩 也默默瞪了两个丫头一眼 严肃地告诫道 进了畅春园 记得要谨言慎行 切莫以为那是普通的宴会 那可是皇家园林 容不得你们行差踏错 否则就会丢进国公府的颜面 小满嘟着嘴 十分不开心 但是又不敢顶嘴 严嬷嬷可是夫人都十分敬重的 她哪有胆子和她作对 只能低下头 在心里付费着 白芸汐也十分不喜欢 严嬷嬷 啰啰嗦嗦的性格 但是母亲又再三叮嘱 必须要听从严嬷嬷的话 不然今日是会出差错的 所以她也只能够忍下来 只想着等自己不再需要这个老妈子了 一定会狠狠地教训她一顿 然后将她赶出宁国公府 马车缓缓地驶入畅春园的大门 在守门的敬卫君指挥下 缓缓停下来 鸳鸯和喜鹊率些下车 瑞嬷嬷紧随其后 然后才将白木槿扶了下来 白芸汐此时也正好下车 姐妹俩互相点点头 在外人面前还是得维护白家颜面 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所以两人还维持着这种姐妹和睦的表象 白芸汐刚刚下车 就听到不远处一个声音哼道 锦儿 这边 白木槿寻声望去 原来是比他们先到一步的陆飞园 不过此次来参加的只有陆飞园一个 陆娇娇则是因病错过了 至于是什么病 白木槿比谁都清楚 虽然朱家还未下聘 但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等陆娇娇急急 陆娇就会立刻下聘 然后完婚 陆娇娇闹了好几次 见父亲态度坚决 也就只能灰心丧气地在家中学规矩了 像这样的盛宴 陆昭安也不想让自己女儿丢人现眼 自然不会允许她来 反正她已经将所有机会都给了白芸汐 女儿如何对她已经不再重要了 白木槿微笑着迎了上去 陆飞园围着她转了一圈才笑道 刚刚差点都要认不出来 若不是看到马车上宁国公府的标记 我一定会以为看错了 天哪 锦儿 为什么短短两个月不见 你就美成这样了 白木槿有一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标姐 你怎么也打娶我呀 我看标姐才是秀丽天成 自重不凡 怎么样 大舅母可是为你安排好了 陆飞园催了她一口 笑骂道 就你会贫嘴 走吧 早下去 免得待会儿人多了 挤得慌 白芸汐本不愈合着两人为伍 如今她可是神神称道的才女 而白木槿和陆飞园 哪有资格和自己并肩而行 她孤傲地走过去 只绿绿地朝陆飞园点头 态度十分的傲慢 陆飞园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反正 她和这个表妹也没什么好交情 表姐 这是你最后一次参加百花宴了吧 再不把握机会 也不知会被配给什么破落户呢 别怪表妹没提醒你啊 自己要努力啊 白芸汐见陆飞园 竟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忍不住出声讽刺 陆家的女儿又如何 陆娇娇不成气 这个陆飞园 虽然名义上是长房嫡女 可是却一样没什么出息 财色都平平的 哪里比得上自己 还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看着就让人讨厌 陆飞园被她一击 脸都气红了 刚想发作 却见白木槿朝她摇了摇头 她才冷哼一声 拉着白木槿就走 也不想理这个稍微出了一点名 就尾巴翘到天上去的轻狂之人 锦儿 你说她是不是有诈 就她那样 也能写出那种诗词来 我看八成是作假 看看她那轻狂样 没得叫人恶心 将白芸汐甩在身后老远 陆飞园才恨恨地道 白木槿看了她一眼 表姐 别和她一般见识了 这三年一度的百花盛宴 卧乎藏龙的 不是谁提前造势 就一定能够占尽先机的 你且看着就好了 锦儿 我是没什么指望了 你可得加把劲 表姐相信你 到时候你得了好名次 再好好羞辱一下 那个没眼色的东西 陆飞园仍旧耿耿于怀 气呼呼道 白木槿知道陆飞园的脾气 也没有怪她 只陪笑道 要是她说得太惨 又何必我们去羞辱呢 木朽玉林封闭催直 她一开始就成了众人的靶子 未必是一件好事 陆飞园听了 也觉得十分有礼 心里顿时束缚了许多 这才笑了起来 好吧 那我就不与她一般见识了 对了 听完这一次百花盛宴 就连高丽公主都来参加了 听说那是高丽第一才女 不仅才气过人 还生得十分貌美 白木槿自然也有所耳闻 不过不管是谁来参加 她既不想夺魁 也不会允许自己说得难看 两人一路讨论着这一届百花盛宴的盛况 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畅春园的上阳院 这里就是此次百花盛宴的举办之地 在他们来之前 已经有不少人到了 见两人相邪而来 众人纷纷侧目 因为那一身 烈火般红艳艳要目无比的女子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威胁 这个几乎没有怎么路过面的少女 生得极美 每刀上人忍不住觉得难以亲近 陆飞员轻轻地拉了拉她的小手 别担心 他们大概是嫉妒了 白木槿自然是不担心的 她是故意要穿这一身红衣 因为在这样的场合 自己没有必要继续低调 她要借由这次百花宴 彻底告别过去那个 一直受懦弱胆小 木讷呆板之名所累的白木槿 她要让世人都看到 自己重生之后的光芒 因为她需要这一份光芒 来彻底地压垮那些 曾经让自己痛苦的人 她不过是稍稍地露了一下 这些人就已经充满了敌意 等会儿白芸汐过来之后 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骚动 她不禁在心底 默默地为白芸汐哀悼一下 白木槿依旧面带微笑 和陆飞园相袭而入 对所有人的目光都只是善意的点头 暴以微笑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也不会显得目中无人 这样一来 那些原本抱有敌意的眼神 反而淡下去很多 大多人心里想着 只是生得漂亮 不一定有多少才华 就算才华再深 像这个似乎都没有怎么见过的人 应该也不是多高的出身 对他们不见得有多少威胁 百花盛宴 不是你有才有貌 就能够独占凹头的 更重要的是出身 此届百花盛宴 很多皇族子弟都已经到了婚礼 尤其是那位凤世子 几乎是京城众多贵女眼中的最佳夫婿 把木槿和陆飞园走到偏角落一点的地方 准备安安静静地说话话 此时白芸汐也姗姗来迟 小满和小兰左右扶着 白芸汐像个高贵的公主一般 跨住了上阳院的门槛 众人的目光不禁看过去 却发现虽然稍有姿色 倒也不算多么了不得 也就没有在意 反倒是白芸汐不乐意自己没有受到关注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曾明月 便凑了过去 明月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 好久没见你了 接近可好 白芸汐说话的声音放得很高昂 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一般 当时也的确是引起了众人的瞩目 反倒是曾明月感到颇不自在 悄悄地从白芸汐手里抽回了自己的手 有一些尴尬地笑着道 挺好的 你也好吧 都挺好呢 对了 你看到我姐姐了吗 刚刚我姐姐和表姐一起过来了 反倒是我一路上遇到不少人 耽搁了些 你也知道 我现在不比从前 人啊 一出名事就多了 白芸汐说话的样子 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得意和炫耀 众人本就被她刻意放大的声音给吸引过来 自然将她的话听到耳朵里 不禁窃起私语起来 几人口耳相传 即便原本不认识白芸汐的人 也都知道这位是谁了 曾明月的神情就更加尴尬了 连忙找个借口离开 不想和白芸汐一起承受众人的注目力 心里却责怪白芸汐过于轻狂了 原先和她交好的那会儿 也不知她竟然有这样的才能 现在出了名 整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刺目 哟 我当是谁 原来你就是那位云响医啊 一名衣着华美 一看就知身份高贵的少女站了出来 语气里带着对白芸汐的不屑和嘲讽 白芸汐自然听出来了 十分不悦 但回身一看 发现竟然是听兰郡主 白芸汐顿时失了气势 乖巧地给郡主行礼 恭敬道 郡主有礼 听兰郡主见她还算拾去 但看此女刚刚的表现 夹着她之前的风头大胜 这让自取才貌双全的听兰郡主十分不快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白芸汐 眼里审视的意味很浓 免礼吧 听闻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写诗作画无一不惊 还有传闻你美貌无双 简直是九天玄女下凡 今日一见不过二耳 可见世间传闻 不可尽兴啊 旁观的人听听兰郡主这样一说 也不禁对白芸汐直指点点起来 就这样的姿色还未展开 就敢号称美貌无双 许多人都开始言嘴窃笑 白芸汐为这一番嘲弄 脸色通红一片 不过她也不是吃素的 被人如此轻视 不怀疑颜色 那可就不是白芸汐了 她站直了身子 虽然比听兰郡主矮上半截 但仍旧尽力地让自己看起来不卑不亢 她细思了片刻才开口道 听兰郡主言之有理 您也说是传闻 有些偏颇也是长事 我也为这事十分烦恼呢 这每次出门都要遮遮掩掩 生怕别人认出来 又生出许多事来 听兰郡主冷哼一声 你的意思是我看不上你 外面那些人却对你多有追捧 是本郡主没眼光了 郡主您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可千万别见过啊 白芸汐立刻摆出一副受了欺负的样子 可怜兮兮地看着听兰郡主 可她越是如此表现 就让听兰郡主越发地看不上她 真是一副小家子气 也不知那些传闻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传出来的 白芸汐听了心里气得直翻腾 可是对方是郡主 不是她能够惹得起的 只能拿出自己一贯的伎俩 使劲地装柔弱 好博取别人的同情 好博取别人的同情